hello 大家好 我是部長 今天我們要來評論這件影室 《烏鷹宅3》是惡魔逼我的 《烏鷹宅宇宙之中》第八部作品 這集有別於第一與第二集 改由麥可查韋斯指導 彼得沙弗朗 瘟子仁監製 維拉法蜜加派翠克威爾森 回歸飾演系列靈魂《華倫夫婦》 故事改編自《華倫夫婦》的真實檔案 一開始他們必須拯救一名年輕的男孩靈魂 接著他們經歷了前所未見的遭遇 並且遇見了全美第一位以惡魔附身 作為殺人抗辯理由的謀殺嫌犯 影片開始前記得訂閱部長的頻道 小鈴鐺記得打開就不會錯過 任何新年影片了 別說是我逼你的 《烏鷹宅3》是惡魔逼我的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 可能聽到這個翻譯的名字想說 蛤?你認真? 這名字也太詭異了吧? 但是這個名字確實是有它的來由的 這次的電影名稱是直接翻譯英文名稱 The Devil Made Me Do It 是來自美國非常經典的案件 惡恩夏恩強生的審判案件 這案件的另外一個名稱就是 Devil Made Me Do It Case 也就是這次烏鷹宅3的主要事件 現在有一些案件會去評估 兇手在犯案的時候是否有被精神狀態所影響 這個判決會有所變化 我相信這個狀況台灣的觀眾朋友很不幸的 就是很熟悉啊 這個案件之中的兇手強森 殺害了他的房東亞倫布魯諾 是康乃迪克州布魯克菲爾德這個地方 史上第一宗的謀殺案 原本警察就是要依據一般的謀殺案來進行審判 但是當時華倫夫婦開始介入這次的案件 向警察說明兇手在犯案的時候 很有可能是被惡靈附身 希望可以將這個要素納入考量 這個案件在當地造成軒染大波 如果犯案當下有精神上的問題 經過醫生的專業檢查跟診斷 判決會有所變化 但是如果今天造成精神狀況改變的因素 是一個惡靈的話 會怎麼樣呢 有沒有方法去證明惡靈確實存在 並且影響了強生的心智與行為 因此華倫夫婦就 大家這個想一想 就是我們在很多電影中都會看到 美國他們在法庭上要作證之前 甚至是總統上任的時候 他們都需要把手放在聖經上面 在上帝的見證之下 承諾接下來講的都是事實 Nothing but the truth 或者是承接總統的職位 拜託連美經上面都寫著 In God we trust 了 對我來說就是如果這個國家 是可以接受上帝的存在 照理說應該也要接受惡魔的存在 但是這個範疇當然要討論 可能討論不完 不管如何啦 總之呢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案件 在美國司法史上 或者是世界的司法史上 它擁有一個很特殊跟經典的地位 廣為討論的案件 當然就是會被改變成各種的形式 而這一次跟華倫夫婦有密切關係的事件 就成為了列印仔3的故事骨幹囉 所以電影的名稱就是直接用這個 可能對美國來說是比較經典的一個名稱 是惡魔逼我的來命名 所以當你稍微深入研究這次的案件 就會發現電影有將這次事件的順序 改變到電影之中 電影一開始選擇呈現故事的起點 也就是華倫夫婦與助手一同記錄了 八歲男孩大衛格拉策爾的驅魔過程 是這次故事中的惡靈首次登場的一刻 我們也與愛德一同目睹了 惡靈進入到了自願以肉身保護弟弟的耳聞 雖然這個開場看似告一個段落 不過惡靈正準備要開始 這個開場我真的蠻喜歡非常喜歡的 最近因為不少的關係 看了不少恐怖片 我覺得電影的開場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趕緊把觀眾拉進來 拉進去 近期有不少蠻鬧的恐怖片了 但是另一陰仔的系列總是可以給一種 好了認真囉 認真的恐怖片要來囉 那我自己也比較能觀察得到 就是一部優質的恐怖片 可以照顧到哪些領域 包括這個燈光氣氛去怎麼營造 如果去慢慢醞釀恐怖的氣氛 怎麼樣用鏡頭來留空間 怎麼樣從觀眾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嚇人 恐怖片這種片種是最可以去觀察 電影給自己情緒牽動的片種 感覺恐怖的東西要來了 放鬆了沒事沒事 不過我要更嚇死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導演 都很喜歡嘗試恐怖驚悚片 許多畫面上的安排 都可以去強化或者說更大膽的講 就是可以去控制觀眾的情緒 看到觀眾所有的緊張情緒 都是根據自己的鏡頭語言牽動者 這是真的會非常有成就感 這甚至會上癮啊 所以我認為這次在這間屋子的 這個驅邪事件的開場非常的成功 其中攝影機拍攝到的這些畫面 也都跟後面最後的關鍵有極大的關係 有做到了一個前後呼應 所以其實烈鷹宅宇宙突然發現 有那麼一點像哥吉拉 只是電影中所謂的怪獸就換成了惡靈 所以電影有這個兩個區塊點去做敘述 惡靈這個角色出場的醞釀 以及時間點 司機點都極度重要 除了惡靈之外呢 就是華倫夫婦這邊要怎麼去敘述 被影響了這個人類這部分的故事 電影這兩個環節就是環環相扣 如果有一邊沒有處理好 最糟的狀況就是惡靈不恐怖 只要是最關鍵的惡靈失靈 包圍這個電影的恐懼氣氛會瞬間消失 那人類的環節如果也沒有處理好 那觀眾會變得無法跟角色一起去體驗這次的恐怖事件 或者是一同關心這個角色的遭遇 雖然電影的整體來說 我覺得烈鷹宅3表現算是可以 並沒有像前兩集那樣的突出 可能多少也跟瘟子仁有關係 瘟子仁有一個屬於他自己的視覺語言 即使這次換了導演我覺得 多少還是確實有差啦 但是《莉鷹宅》系列我覺得做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人物的部分 華倫夫婦就已經很扎實了 我們會關心這對夫婦處理這些案件 會遇到的一些噩耗 那這次的電影我覺得就很注重在這一塊 華倫先生愛德是最先發現惡靈轉移的人 最後同樣也有被惡靈附身嘗試要殺太太 身體也是就是出現各種狀況 那整部電影逐步去發現惡靈的祭壇的過程 這樣抽絲剝繭的旅程 是這類恐怖片很重要的感受 那另外羅琳在幾次的通靈 畫面上也做了不少的巧思 與先生之間的感情 同樣也是這次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所以其實我認為華倫夫婦之間 堅定不移的感情翻 而是這次《莉鷹宅3》特別突出的一個氣氛 在恐怖片之中散發出滿滿的粉紅泡泡 夫妻一起同心協力挺過危機 可以說是《莉鷹宅》這個系列的核心之一 而電影中的幾個事件的畫面設計 也當然都很有特色啦 包括一開始的驅邪 樹林裡面這個通靈過程 水床上面抓鬼 還有這個養狗場 這個樓上的公寓殺人事件的過程 經典的《屋內鬼屋驚悚》以及最後的《祭壇搜索》等等 但是我覺得這個恐懼的氣氛稍微有一點點分散 並沒有像第一集那樣子那麼的集中 但是觀察整部電影的氣氛 以及敘述的方式都依舊還是有在 《莉鷹宅宇宙》裡面該有了一個水準 這次主要是融合了一個當時極度被關注的真實事件 又增添了不少真實驚悚的感受 我覺得每次《莉鷹宅》最恐怖的就是在最後在那邊 播放一些真實錄音檔或者影像的時候 怎麼是最後是會奇蹟比疙瘩 最後我給這部電影 7.6分 好的 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了 你有去看《莉鷹宅3》嗎 看完的感情是什麼 記得可以在底下留言區留言分享了 喜歡這個影片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就在下一部的影片再見囉 我是部長 不久